各类房车有缺点的大盘点 很多朋友初次选择房车的时候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看完今天的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先说B型房车 优点是体积小 驾驶方便 通过性好 缺点是生活空间小 保温隔热差 不适合长期旅行 C型房车呢 体积大 生活舒服 车里的空间也大 缺点是驾驶体验和通过性比较差 不够灵活 C型房车中还有什么轻卡 中卡 重卡等底盘的房车 这种类型的房车啊 优点是空间更大 承载力更强 可以有大水大电等更大的配置 缺点是驾驶舒热性比较差 一般情况下 发动机还在座椅下方 就很容易发热 很难受 不适合家属技术差 或者是女孩去开 接下来说T型房车 这是介于B型和C型房车之间的 一种小额头的房车 优点是兼具了B型车的通过性 和C型车的类似的那种空间感 缺点呢 同样兼具了双方的缺点 有点不仑不类 然后呢 说皮卡房车 优点是驾驶舒适 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缺点是生活空间小 承载能力差 重心高 稳定性不好 所以一般的这种皮卡房车啊 配置都比较低 另外啊 收纳空间也是很小 不适合长期旅行 最后说一下 重型四驱的越野房车 这种房车一般价格很高 功能配置也很强 优点是可以适用各种环境和路况 什么极寒极热都可以啊 缺点呢 是成本高 维修困难 自重大 如果开着这种车去越野 一旦陷了车 很难救援 一般车是拉不上来的 所以说救援难度特别大 所以建议大家买车之前 一定要多多了解 选择适合自己的再做决定